今日的ET国股推介就是 众安在线6060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话组 简选原因是 内地互联网监管政策放松 和经济复苏憧 新经济股在盈利估值复收阶段 大型新经济股ATM 昨日价量齐升 不过短期都已经累积一定的升幅 现价直播率下降 适宜等候回调吸納 而新经济股短线有望接力向上 例如互联网医疗股等 可以留意快将突破的众安在线 今年头四个月计 众安在线元保费收入 按年增加1.2% 远好过行业平均5.5%增幅 摩根士丹利说 上半年业绩有望成为众安股价的趋发势 预期众安今明两年保费 会是按年增速加快到3.8%和4.0% 认为众安在行业展望平平之下 反而有强劲的增长 并且迎来城堡业务转势 在轻资产模式之下预料有盈利增长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众安今明两年的盈利预料 分别按年升2.3%和3.2% 去到14亿和19亿人民币 策略上 五有货者可以继续持有 目标先看二月份高为33.8毫半 主要大行给他的目标价 平均大约36元 中线可以作为参考 至于未有持货的话 建议等候27元留下级纳 跌穿近期低位24.7就止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